人生天地间,其实每个人都自带气场,力气重的人多损,贵气厚的人有益,以下这几种人,自带贵气,值得深交一辈子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心地善良,常积善德。道德经里说,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,行善积德,不是一时的冲动,而是一生的追求,需要用生命去实践,当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善意,那么好运和福分自然会随之而至。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,有一个乞丐,尽管他自己生活艰难,但他总是愿意将自己辛苦得来的钱分给更需要的人。 有一天,他饿得难受,带着手中的一点钱走进了面包店,想买点东西甜甜肚子。 在他前面的是一对母女,那天是小女孩的生日,但他们的钱不足以买到一块蛋糕,看着女儿的失落和自己的无力,母亲的眼中充满了泪水。 正当他们因为买不起蛋糕而转身离去时,乞丐将他的钱递给了那位母亲,因为在他眼中,让小女孩有一个快乐的生日比自己的饥饿更重要。 不久后,一家咖啡馆的店主找到了乞丐,给了他一个工作机会,乞丐既惊讶又感激,当他看到那对母女在不远处向他微笑时。 他明白了一切,原来是他们告诉咖啡馆的店主乞丐的善举,使得店主决定给他一个机会。 古人云,好人有好报,恶人终有恶报,因此,当我们选择行善,那就是在为自己积累好运和福分,这就是所谓的贵气。 豁达开朗,肯包容。 格言连壁中说,眼界要阔,便离名山大川,度量要红,书读五经诸史,人的眼界一定要变得开阔,走遍名山大川,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,就不会自寻烦恼,爱慕虚荣。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很精彩,不必活在人生的小圈子里。 人的度量一定要宽宏,读遍四书五经,二十四史,不过是世事沉浮,不过是人情世故,不过是勾心斗角,没有什么看不开的。 真正有贵气的人,不是没有过困顿,不是没有过怨恨,苦难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,不会饶恕谁,不会放过谁,只是豁达开朗的人愿意宽恕别人,愿意原谅自己,肯包容别人的缺点,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 既然人生如此辛苦,又何必丢不掉,放不下,心里有正向的能量,就能够稳住自己的人生,活得足够清醒。 为人厚道,不虚服。 格言连毕中说,以虚养心。 以得养身,以人养天下万物,以道养天下万事,虚心即是养心,修得即是养身,以仁爱之心,对待世间万物,则一切美好,值得热爱。 以圣贤之道,教育后世子孙,则福泽绵延,未来可期,人只能自己度自己,不必听从他人的言论,不必跟随世人亦步亦趋,有德之人,待人自然后道,做事也不会虚服。 寻常人过生活,不必自清自荐,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,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功过是非,一切都是自己承担,无关他人。 把人做好,就是在扫清心里的尘埃,把事做好。 就是在扫清世上的尘埃,多做一分,便多得一分功德,投机取巧,信仰太多,就是在遮蔽自己的双眼,蒙蔽自己的心灵,不见其高贵,反而更落得卑下,贵起之人,当以厚道持世,方能不落于俗。 内心清静 清静经中写道,人能尝清静,天地西皆经,一个人若是能保持内心的清静,便可感受天地,悟出其道。 内心清静之人,能从繁华的事物中,看出本质,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,不被世俗利益所牵绊。 古往今来,能成大事者,都有一股静气,越是沉稳。 越是安静,格局越大,心静之人,欲是临危不乱,纵然生活百般坎坷,依旧能泰然自若。 诗人周敦仪曾说,出于泥而不染,着清莲而不妖,这正是对内心清静之人最好的产事,身处滚滚红尘,却依然独立,身处乱世,却能守住一份安宁与干净。 一个人的贵气,正是从清静,宁静高雅中散发出来,如同山剑清泉,能够沁人心脾,抚平一切嘈杂与浮华,与这样的人相交,方能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安宁。 谦卑低调,中庸里写道,水滴成海,人滴成亡。 水滴出流,汇聚成大海,做人低调谦逊则成大事,古往今来,内敛锋芒,谦卑处世者多贵气。 历史上,楚汉争霸,最终以项羽败王,刘邦建立王朝而告终。 其实,项羽本身有着出色的绅士和质谋,但正因如此,便得狂傲和不可一世,长成匹夫之勇,而刘邦恰好相反,做事低调,时常听取他人意见,常怀谦卑之心,讨教志士之道,最终成就了一代霸业。 俗语说,天狂必有雨,人狂必有祸,做人,太狂必有祸端,只有保持谦卑低调,才是我们的处世之道。 生活中,越是优秀的人,越是懂得放低自己,与这样的人交往,不仅倍感舒适,也会汲取到更多的知识与力量。 勤勤恳恳,古人云,笨鸟先飞,这句话意思就是,一个人如果不是太聪明, 有些愚笨的话,想要成功,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,这当然是一句激励人心,催人奋进的话,但是很多人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,认为只要是那些下苦工的人,都是愚笨的人。 以至于,我们可以说自己的成功,是因为笨鸟先飞,这样是一种自谦,如果我们说别人笨鸟先飞,就好像是在挖苦别人不聪明一样。 所以,大家会认为,勤勤恳恳的人都很普通,这种人怎么算有贵气? 其实,在我们身边,那些聪明人都能够取得成功吗? 我们经常看到聪明人非常自傲,一心只想做大事,结果自己的能力又达不到,最终只能面对失败的结果, 反而是勤勤恳恳的人愿意历经挫折,不断磨砺自己。 聪明人不愿意做的事情,他们会主动去做,这就会为他们积累下丰富的经验,最终反而取得了成就,所以勤勤恳恳的人做事的态度才宝贵。 这就是人有贵气的预兆。 和和气气。 很多人会说,和和气气的人见谁都面带微笑,这种人非常老实,可能还会因此受委屈或者受欺负,这怎么是人有贵气的特点呢? 其实,和和气气的人,他们做人低调,做事沉稳,不喜欢到处张扬自己,所以容易被人忽视,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,但是他们也不会引人注意,避免了自己被人嫉恨。 鬼谷子其实说过,人群中最不显眼的人,往往最有实力,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虚张声势来彰显自己。 反而是很多人越是缺少什么,越喜欢炫耀什么,遇到任何事情,都不会生气,能够保持和气的人,其实心胸广阔,有龙乃大,他们能够广结善缘,身边会有很多朋友,愿意帮助他们成事,这才是最宝贵的。 我们常说,以和为贵,讲得就是这个道理,和和气气,就是人有贵气的表现。 自省,使人优秀。 左传中有一句话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,对此,孔子曾恰到好处地补充道,过而不改,世卫过矣,知错能改,善莫大焉,过而不改,才是真正的罪恶。 得到及时改正的错误,就像乱云遮月一般,一时可能会带来黑暗,却也总能看到乌云散去,明月当空。 孔子说,三人行,必有我誓焉,则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 遇到善人,那就汲取他的优点,碰见恶人,我们更要反省自身。 对于恶人身上,那些让我们厌恶的缺点,我们更要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。 大度包容。 常言道,能容小人,方成君子,心胸的大小,决定人生的高度和生命的宽度。 一个人心胸越大,人生之路越是宽广,明亮。 宰相度里能撑传的故事,千古流传。 三国时期,诸葛亮去世后,蒋婉主持朝政,在他手下有个名叫杨夕的人,此人生性木讷,不善言辞,对于蒋婉的问题也是应而不答。 对此,有人在蒋婉的面前偷偷说道,杨夕真是太不像话了,您的话竟然都不放在心上,蒋婉只是淡然一笑,说道, 他本身的性格就是如此,让他恭维于我,他做不到。 批评于我,更是不可能,只好沉默不语了,但不可小瞧于他,这是他的难得可贵之处。 蒋婉的大度,胸怀让人万分敬佩,也正因如此,幸福于他的人十分多。 古语云,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,容天下难容之人,亘古通今,成大事者必有大量,心胸宽广之人,待人宽厚,豁达大度,不会斤斤计较,更不会事事较真。 这样的人,能够从容面对生活的挫折与磨难,在人生的修行中养成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的格局,最终成就非凡人生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